好 消防人是一個職業 我在火場看到很多受傷的人 需要拯救的人 在某程度上是習慣我 不過這次的不同 就是自己的老婆在裡面 我是不是故意先救她 或者先不救她 看到老公出現之後 又覺得不太在乎自己的事 跟老公的那種複雜的掙扎和衝突 都會在火場裡面慢慢去釋現層次 我不會故意不拘捕前面的人去拘捕他 所以在他的角度來說 他的情緒波動就特別大 恐懼不只是累之而 自己可能會發生什麼事 而是他要怎樣身為一個母親 在這個時候要保護自己 另一個未出生的寶寶 我老婆在火場, 我當然要先進去教她 這是我會說的話 或者是你會說的話 但是當有一天我真的穿著拳制服 我可否進入火場 大家甚麼都不要搞定救我老婆 是不可能會說這句對話 這次跟她在電影裡 從頭到尾都不對 哥哥怎麼看他的弟弟 弟弟怎麼看自己的哥哥 中間有一個大家不同的看法 反而會比較複雜 在電影裡的時候 用一個說話跟自己二十層樓 四十層樓隔著這麼遠的大哥 通話的時候 你才夠膽把你內心的說話說出來 其實一句說話已經說完了 就是打死不離親兄弟 這是我很喜歡的故事 所提及的一件事 因為能夠很立體地在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人物去看一個消防員 說他身邊的人 對兄弟、家人 親眼如何看到他面對工作 我覺得這是挺有意思的題材 整套電影裡有很多不同的關係 不同的人物 很穩定… 最重要的是關於親人 人是必需要經過可能是災難 或者是病痛才會開始意識到生命的意義 有時候是否真的要面對死亡的時候 我們才可以這樣做呢 所有人離開這棟大廈、火災大廈之外 你就會覺得他們是逃出生天 意思就是說 他們將所有人的自己的問題 已經真的可以得到解決了 我不管你有多有錢 或者你在社會價值是很低 我覺得這個層面 其實是…是最公平的 比新老病死更公平 有客人,無相當自乎 有客人 有客人 在坐著 你有客人 有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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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